总统蔡英文出访非洲友邦国史瓦蒂尼 当地时间6号早上也出席了五五双庆仪式 而现场虽然是有其他的国家政要有出席 不过蔡总统是唯一有受邀至极的外国元首 而且他的座位也仅邻王母身份看来是备受尊重 蔡总统在致辞的时候就强调了 说温暖的友谊跟双方的善意 让我们并肩同行55年 更多相关内容来看我们的记者 小秉仪肖瑞胜的随团采访报道 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第三世 搭教育车进场向群众致意 双55的仪式上数万人的体育场人山人海 总统蔡英文是座上兵 座位就在右手边第一排第一位 凸显使国对台湾的重视程度 史瓦走上官礼台向贵宾握手致意 跟蔡总统握手时寒暄大约10秒钟 双境不仅是史国独立55周年 也是死亡55岁生日 蔡总统献上祝福 展现台史之间的好情谊 这两年早就不仅是首席一号 赛总统也借这个机会 跟王母还有王妃聊天 也跟赖索托国王互动 而活动的表演充满浓浓庆典味 一对表演有台湾的影子 因为这是由台湾代训 现场还有焦点 史王的儿子参与教育仪队 年纪小但气势十足 史国独立时 台湾是率先跟他们建交的国家 台时友谊创造新的里程碑 中台文亲自出席 史国双55的周年活动 也是希望能跟史瓦地尼之间的邦誼 能够永久下去 以上是记者消比消息 我们在史瓦地尼的采访报道